6号一早 酒妹身穿黑色素T 被警方带回侦办 玻璃桂里的大麻和研磨器 全都成了犯罪铁证 的确在今年国外跟台湾 都有吸食过大麻 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之用 警方问我时呢 我也全程的承认 另一边道歉的还有蕾拉夫妇 还有我的小孩 还有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所有进门 我们道歉 讲话速度哽咽 频频回避镜头 事发超过一天 蕾拉夫妇拍影片道歉 坦诚吸食大麻 我有 我确实有吸食大麻的行为 不管是在国内 还是泰国 我都有 再次向社会大众道歉 但是大麻到底从哪里来 至今还没有解答 我不想要去逃避 不想要再躲躲藏藏 我很抱歉 对不起 我错了 案件爆发后 当事人发布道歉影片 酒妹干妈吴淡如 也开直播回应 心情不受影响 至于蕾拉夫妇 长达八分钟的道歉 律师瑞克说法 更笑说是评价版的危机处理 认为影片太长 一再搬出孩子 并未提出后续的弥补行动 也难怪网友不领情 难以原谅 三立新闻周冠 王佩华 台北采访报道